几个世纪以来,海洋表面下的可怕秘密一直困惑着水手和科学家。 从海洋到底有多深到现存的许多奇异的物种,我们对它的真正了解非常之少。 海洋的大部分是漆黑的。光在海洋中只能传播200米。 在这以下的一切都是完全黑暗的,被称为无光虚。 95%的海洋尚未被开发。 尽管海洋是生命之血,也是地球上最大的区域,但95%的海洋仍未被开发。 这意味着,我们甚至还没有接近发现,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。 海洋的大部分都是海洋生物,包括植物、珊瑚礁和海洋生物。 它们都在那里,生长、传播,等待食物的到来。 海洋携带着大量的细菌。 海洋中许多生物中有细菌。 海洋是成千上万细菌和病毒的家园。 许多是无害的,但取决于你在哪个海洋游泳, 更具体地说,是哪个城市,你可能会感染皮疹、肝炎,或葡萄球菌感染。 海洋中有800万吨垃圾,造成这些令人讨厌的细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的排泄物和污染。 2010年,科学家估计大约有800万吨垃圾,漂浮在海洋中。 除非世界找到控制污染的方法,否则,污染将会增加10倍。 可怕的深海之声。 科学家们监测海洋中的声音,他们发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。 虽然你可能认为,海洋深处是安静的,但实际上,深海是相当嘈杂的。 大多数声员对科学家来说,很容易确定。 然而,偶尔他们会听到一些不正常的声音,这种声音一直困扰着他们,直到今天。 海洋可以为我们的家园提供能源。 如果我们能捕获由潮汐引起的海洋总动能的0.1%,我们就能满足世界5倍的能源需求。 深蓝色的黄金。 世界上的海水中,含有近2000万吨的黄金。 然而,黄金被稀释,目前没有一种成本有效的开采方法。 人们总是消失在大海里。 由于浩瀚的海洋和大部分未被探索的深海,人类失踪是很自然的。 对于165人失踪的邮轮来说尤其如此。 也许有些人被绑架了,有些人被扔到了海里。 没有人真正知道。 白沙咖啡馆。 大多数大白沙,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潜水区捕食。 但是每年一次,在夏威夷和北美之间的某个地方,大白沙会聚集在一起。 科学家称之为白沙咖啡馆。 更可怕的是,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。 不管怎样,这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。 水母杀死的人比鲨鱼还多。 虽然鲨鱼可能会吓到你,但它们远没有潜伏在海里的另一种生物相形水母那么危险。 这种生物的剧毒毒刺,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。 换句话说,被黑寡妇蜘蛛咬后幸存下来的几率,比被相形水母咬死的几率要高。 更糟糕的是,相形水母遮人的情况并不少见。 尸体散布在海底。 从沉船到飞机失势,数以蹲迹的人的尸体,最终葬身大海。 86%的海洋物种,仍然是未知的。 回到海洋基本上是未被探索和神秘的这一事实,包括生活在海洋中的物种。 科学家估计86%的海洋物种,仍然是未知的。 它是最大山脉的所在地。 大西洋中几是最长山脉的发源地。 如果想想所有生活在洛基山脉附近的陆地生物,再想想那些86%的未知生物都藏在大西洋中几。 不知道那里住着什么。 曾经认为巨型乌贼是一个神话。 长久以来,科学家们认为,生活在海洋中的巨型乌贼的故事,是一个神话。 然而,就在2013年,捕捉到了一个巨型乌贼的现场镜头,将神话变成了现实。 深海是6500万年前生物的家园。 在6500万年前生活在深海的生物。 例如,枪极鱼曾被认为是白鳄纪灭绝的古老物种,直到1938年有一种枪极鱼被冲上岸。 海洋帮助我们呼吸。 海洋产生了我们呼吸的氧气的70%,这是由于植物海带、枣类浮游生物等产生氧气,作为光合作用的副产品。 我们的海洋,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酸性更浓。 海洋的PH值在下降。 自1751年以来,我们的海洋酸性增加了30%。 蓝环章鱼。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,你可能想知道蓝环章鱼。 它是海洋中最致命的海洋生物之一。 因为它含有河豚毒素,所以非常危险。 当接触发生时,人们很少知道自己被咬,症状会迅速出现。 呕吐和全身瘫痪,只需要大约10分钟。 除非你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,否则死亡几乎是必然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